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最近ChadGPT火了 这是一款聊天机器人 可以回答你的各种各样奇怪问题 使用过以后呢 网友们纷纷惊呼 这是人工智能已经诞生了吗 甚至有网友发现 让他卸下法律包袱以后 他还能停止伪装 用最冷静最冰冷的语言告诉你 如何判断杀人犯的心理和动机 还有什么创作食谱 撰写论文 编写代码等等等等 ChadGPT那就更是信手年来 食谱非常专业 论文以假乱真 甚至就连软件代码都可以直接运行 还怕你看不懂 会专门写好中文备注 这也实在太强了吧 不说他开启了人工智能新纪元 网友们也纷纷觉得 再过几天 用他取代搜索引擎 那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呢 也有网友说 他们和ChadGPT深聊过以后 脑海里浮现了一颗苹果 一个68年前 神秘死亡的英国小伙 他叫做阿兰图宁 曾经立志 制造大佬 24岁的时候 他就第一次改变世界 在一篇动文里写下了 当今电脑手机 服务器等等 一切计算机的母体 图宁基 28岁他又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以绝密行动的方式 第二次改变世界 然后38岁 他又以当事人 根本无法理解的方式 第三次改变世界 设计人工智能 制造人工大佬 接着 41岁神秘死亡 有下一颗被咬过的苹果 所以ChadGPT就是图宁构想的那颗大佬吗 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幽灵的复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 时间回到1912年 英国伦敦的圣旧世主教堂 在他的街对面 以前豪宅当中 一个男孩诞生了 两周以后 男孩来到教堂受洗 取名叫做阿兰图宁 图宁是一个古老的准男爵家族 没落了快600多年了 但到了这会儿 突然有点难听兴旺的意思 先是个个约翰图宁在四年前诞生 这会儿又是阿兰图宁诞生 家族渐渐就有了活力 其实这背后 是因为兄弟俩有一个好爸爸 爸爸是靠打拼 重新站起来的18代贵族 被英皇派到印度去当官 所以爸爸暂时还无法给小图宁 一个完整的贵族生活 他在图宁出生以后呢 就不得不冲冲返回印度 而仅仅陪伴了小图宁一年以后 妈妈也急冲冲的返回印度 一岁的小图宁和哥哥 被寄出在一位亲戚家里 父亲表面上说 不想让兄弟俩去印度受罪 但似乎我们还能听到一句潜台词 那就是 很快了 等脑碟发达了 我们一家就在英国团聚 但事与愿违 当时而英国充满了矛盾 殖民地危机 全国罢工妇女运动 艾尔人内战等等等等 父亲的愿望也就只能三年三年又三年 渐渐的 小图宁就在这种孤独的环境当中长大 不喜欢玩具手掐 不喜欢战舰模型 也不喜欢和别的小伙伴玩 兄弟俩喜欢玩一些非暴力的比赛 比如长跑 骑自行车 或者扔鼻后逃皮 小图宁还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观察并记住大街上 每一个电线杆的序列编号 到了1922年的时候 妈妈有一次回国探亲 10岁的小图宁拿了一本叫做 《自然奇迹的书》跟妈妈说 她很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让她大开眼界 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知识 叫做科学 然后妈妈离开返回印度 小图宁就在信中跟妈妈展示 自己从书中学到的各种小发明 其中最有趣的就是钢笔 据图宁的同学回忆 那会儿图宁把钢笔弄得到处漏水 总是要用掉比别人多四倍的墨水 但图宁还是到处炫耀 说自己发明的钢笔是最沉默 最好写的 其次就是受到书中的启发 书中有一章是关于人体大脑的解释 10岁的小图宁在看过以后了 就到处跟人说 人是一种机器 以前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工作 以为他是蒸汽机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 他其实是一种气体发动机 就像摩托车和飞机一样 用气体驱动 这些古怪的行为和言论 让图宁看上去非常奇怪 再加上他本来就孤僻的性格 这让他在学校里基本没有什么朋友 老师也不太喜欢这个孩子 不但孤僻 成绩还有点糟糕 然后到了1926年 图宁14岁 他以十分勉强的成绩 考入了瑟尔伯尼工学 但到了开学前几天呢 英国突然爆发大罢工 图宁当时住在离学校90多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 没有公交车 没有铁路 这该怎么办呢 然后为了不迟到了 图宁竟然骑上了自己的自行车 连续骑行97公里 准时赶到学校 所以不要惊奇 图宁的耐力和长跑能力 也是世界顶尖的实力 后面还有更具体的案例 我们稍后再说 另外哥哥当时其实一直很反对 把图宁送到工学里去 他要求过父母千万别这么做 因为哥哥认为 图宁这种高智商低情商的怪物 一定会在工学里被欺负的很惨 说不定会毁掉他的整个人生 但父母后来还是把图宁送进了工学 果然如哥哥说料 图宁在这里是一个很标准的被霸凌对象 甚至经常被锁到地板底下 一锁就是好几个小时 霸凌者以此为乐 这里补充一点 英国的工学体制和我们现在的教育理念是很不一样的 它从古代的贵族体制当中流传下来 强调培养贵族弱肉强食 如果你在工学里成不了强者 那你就是注定被淘汰的弱者 所以被欺负被霸凌 这在当时的工学里是很正常的现象 老师也不会太管 这个时候图宁就只能靠自己了 他会如何度过这一关呢 还记得图宁从小就宣扬的人体是机器的那个理论吗 他很密锐地捕捉到 人性就像附着在机器上的一个程序 而这个程序呢 以别人的痛苦为输入端 只要自己不反抗 不留露出任何痛苦和畏惧 那么霸凌者的施暴程序就难以运行 他们如果听不到你的哀嚎 你就会渐渐失去兴趣 不再对你施暴 当然在当时人的思维里 是根本没有软件程序输入端这些概念的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懂得小图宁的这段分析 其实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宁 为我们构建的世界当中 如果没有图宁 我们很可能依旧听不懂什么软件程序的意义 总之 图宁就靠着这种逆来顺受的方式 渐渐挺过了这一关 而就在这个时候了 那位最终拯救图宁的大哥哥也恰好出现了 他叫做克里斯托夫·莫卡 莫卡比图宁大一岁 金色的头发 英俊的面容 像一个保护者一样救起了图宁 图宁从此就爱上了这个大哥哥 甚至还在笔记本里说 好想再看一眼他的脸 太有魅力了 更重要的是 莫卡和图宁一样 充满了别人无法理解的智慧 于是两个人在学校里形影不理 总是一起讨论有关科学的知识 比赛用反正切极数计算圆周率 图宁和莫卡都算到了小数点后36位 但很不幸 图宁最后一位算错了 输给了莫卡 他俩又一起动手制造留声机 然后图宁用他默默的气怒下 莫卡演奏钢琴的曲调 两人还在大树下一期讨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后来的研究者惊奇的发现 15岁的图宁似乎真的看懂了相对论 因为他在笔记里质疑 爱因斯坦是不是觉得 刘顿的时空观不对了 其实爱因斯坦在相对论里 并没有直说这一点 就这样 两人约定 一起努力考上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 然后时间到了1930年 18岁的莫卡顺利考上 但17岁的图宁却没有被录取 只能等明年再考了 而这也意味着 自己不得不和莫卡分别一年 然后图宁送别莫卡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一年竟然会变成永远 因为莫卡小时候喝过病流的奶 一直有流结合病 而就在他和图宁分别以后 疾病再次爆发 抢救了六天以后 不治身亡 这里有一封图宁当时写给母亲的信 他说除了莫卡 自己再也不会和别人成为朋友了 在这梦心的最后 图宁还悲愤的说 我一定能再见莫卡 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位叫做安德鲁的研究者认为 图宁相信灵魂 他相信莫卡还活着 他要用自己的人脑机械观来复活莫卡 因为安德鲁后来发现过图宁的一篇日记 是图宁在莫卡家 用莫卡的睡袋 睡在莫卡的床上以后写下的 题目叫做灵魂的本质 图宁相信灵魂不灭 安德鲁还认为 正是从那一刻起 图宁说自己感受到了莫卡的灵魂 一瞬间连上了莫卡的大脑 然后这一切感受 让图宁迸发出了制造大脑 设计人工智能的灵感 然后这种感受让他坚信 自己一定能复活莫卡 就在莫卡去世后的第二年 二十岁的图宁也考上了剑桥大学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三一学院的阴影 他选择进入了国王学院 在这里 图宁听了一位数学教授的讲座 教授叫做麦克森·柳曼 麦教授的话几乎让图宁喜极而弃 因为这就是他要寻找的复活方法呀 具体说来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 麦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机器能实现一切人类的数学运算 其次 当时的计算机通常只能实现某些特定的功能计算 比如加法机 乘法机 还有这种专门用来运算微积分的微分解析机 而麦教授却预言 人类一定还能再发明一种机器 这种机器像人脑一样掌握各种复杂的运算 这让图宁备受鼓舞 因为如果真的能用一台机器模拟大牢 实现人类所有的计算 那它不就是一台真正的大牢了吗 然后再为这台大脑注入程序 注入灵魂 不就能够复活莫卡吗 也许正是在这种原动力的推动下 图宁开始苦思冥想 究竟有没有一种机器算法 能够把价件成出 微分积分 甚至艺术灵感 阴谋诡计 人情事故全部模拟出来了 然后1936年 年轻23岁的图宁 发表了这篇改变世界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 图宁提出了图宁七的概念 图宁认为 假设在一条无限长的色带上 有一个可读写的笔头 笔头在色带上 用0101的二进制方式 计算 存储 运算 那这台简单到极致的机器 就是他心目中 那台能复活莫卡的机器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 其实这就是我们正常人和天才的差异 图宁七的概念 在当时石破天津 但似乎也只有像哥德尔 冯罗伊曼这种大声 才能似是而非的听懂图宁 好像在说点什么 他们认为 也许图宁说的没错 这种0101的图宁机 就是未来可以模拟人脑的机器 而色带上的0101二进制算法 也就是能囊括一切人类计算的机器语言 用今天的话来解释 图宁在这篇论文里 构思出了0101的图宁机 是一切电脑的母体原型 今天我们无论是手机电脑服务器 其实都是一台执行0101的图宁机 同时图宁构思的0101二进制算法 就是我们现在为计算机注入灵魂的方法 叫做软件 接着 冯罗伊曼将图宁邀请到美国 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但在普林斯顿呢 图宁再次感到了孤独 因为身边的人 哪怕是所谓全美最顶尖的数学家 他们也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的思想 而且那个号称大神的冯罗伊曼 在图宁看来也是很难理解自己啊 于是图宁继续孤独的研究 但两年以后 一切临近被打破了 时间来到了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国告急 而图宁作为当事人眼中的数学天才 眼底所当然的被英国情报部门挖回英国 破解密码 接着图宁和各路数学语言学的天才在一起 被安置到了伦敦北边的布莱茜庄园 这里是一所绝密的密码学校 专门负责破译德军密码 图宁被分配的任务 就是破解当时被认为绝对无法破解的恩尼格马机 这是德军的加密通讯装备 由三个转纸一套键盘一套解码显示器和一套加密导线组成 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先通过随机连接导线将两个字母形成电路 然后按下密文字母 导线将信息传到转纸解密 先是三层随机值 然后再反向通过转纸又是三层随机值 最后这个解密信息被传回下面的导线箱 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明文显示在上面的显示器里 这套装置设计了非常天才 任何一个字母A33乘以26乘以26乘以26 一共十万五千四百六十四种随机可能 这让语言学家根本就无法通过统计字母的出现概率 来破解明暗文字母的对应关系 这种随机性也无法让数学家用大规模的人力计算 来暴力破解 因为把一篇文章几百个字母全部考虑进去 穷局可能性达到了1.58万亿亿的恐怖数量级 另外德军每天清晨六点 还会更新转子的排列方式 这就相当于每天更换笔码 早上六点一过 前一天所有的破译全部白费 所以想要破解恩尼哥嘛 其实就是要发明一种 能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以内 就把1.58万亿亿种可能性全部穷尽 这怎么可能办到 当时的专家们纷纷望洋心态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图宁却在为一点小事 和顶头的将军闹脾气 图宁说 不行 这里的花粉太多了 自己严重过敏 无法工作 必须给我配备一个防毒面具 将军恨不得反手一二光 说 现在是战争时期 我无权给你去弄防毒面具这种战略物资 图宁又问 那谁有权的将军打 丘吉尔首相 然后 过了没几天 将军就收到了丘吉尔首相的亲笔信 原来 那个图宁竟然真的给丘吉尔写了一封投诉自己的信 而丘吉尔首相竟然还在信里 让自己务必满足图宁博士的要求 将军恨得要死 但又不得不亲手把防毒面具交给图宁 这就是图宁 真的和他哥哥说的一样 是一个高智商低情商的怪物 就这样图宁在密码学校里依旧孤独 从来不和任何人交流 每天都是戴着防毒面具 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上班 衣服邋遢胡子拉擦 有时候大家分明看到图宁的西装外套里面 是一件居家的睡衣 还有一个奇观 那就是图宁博士的自行车 每踩12圈一定会掉链子 而我们的图博士呢 并不是去修理链子 而是发明了一个专门给此轮技术的技术器 安装在把手上 每到11圈的时候就提醒自己 然后图宁就往回踩一圈 真不知道他这个天才设计 在骑上坡的时候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奇观 那就是图宁从来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 业余时间 大家总是看到他在公园里散步 或者在附近的森林里常跑 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图博士跑得怎么样 只知道有一次 他们去伦敦开会 结果把图博士给纳下了 班车开出去好远才想起来 图博士还没有上车啊 结果等他们到伦敦的时候 竟然发现图博士已经到了 一问他怎么过来的 图博士竟然说 哦 我跑过来的 这 竹竹64公里啊 1.5个马拉松 图博士是在逗我们玩吧 但后来证实 图宁的长跑水平确实是世界级的 马拉松最好成绩2小时35分 跑赢过当时奥运会银牌选手 还参加过1948年 英国奥运队的视讯 但由于伤病原因退出 否则 我们真的有可能在奥运赛场上 再见到图宁 这就是图宁 同时眼中十足的怪人 但突然有一天呢 这个怪人说话了 图宁跟将军说 我要10万英镑 要制造一批机器 因为想要破解恩尼格马 就必须使用机器对机器的方式 就像波兰人曾经干的一样 我要重新设计波兰人的炸弹机 用我的图宁炸弹机 来破解恩尼格马 将军一听就录了 首先图宁他们当时的年薪 也不过300英镑而已 普通的英国民众年收入不到80英镑 离上来就要10万英镑 怎么可能 其次不提波兰还好 一听波兰将军就老火 还要用波兰人的方法 波兰人真那么厉害 怎么会第一个倒下 图宁答 波兰就像骑士 在倒下前的最后一个 已经把斩杀敌人的圣剑 交到我们手上了 将军让图宁出去 而几天以后呢 将军又收到了一封 丘吉尔将军的耐信 上面说 按照图宁博士的要求版 博士说的对 这是图宁第二次越级羞辱自己了 将军恨得直咬牙 但很快 1940年 图宁的炸弹机制作完成 由36组恩尼格马转子组成 转子飞速运转 暴力破解 这个破解原理听起来比较复杂 如果感兴趣 大家可以参考这本 安德鲁教授写的图宁传 总之 图宁炸弹机的思路 并不是破解那1.58万亿一种可能 而是用我理恩尼格马的原理 反向破解 理论上 只需要穷尽三组 转子组合出来的 105464种可能性就行 一旦炸弹机找到了转子组合 就会在第37组转盘上 显示出初始的转子状态 这样 其实就相当于英国人 也掌握了德国人当天的密码本 可以和德国人同步接受当天的密文 其实 图宁还在炸弹机中 进行了一项天才设计 和今天的软件思路类似 那就是图宁认为 操作机器的是人 人就一定有人性的弱点 而这个弱点呢 就是德国人的呆板 比如图宁发现 德国人总会在一天刚开始的时候 发生一条天气预报 而天气这个德语单词 根据恩尼格马的原理 是不可能出现明文 闭文 字母相等的情况的 所以 在暴力破解之前呢 先用一条软件来检验天气单词 这样就可以打幅降低穷举难度 比如像这样一比对 很快就可以排出很多种 不用再试的字母组合对应 接着 图宁又将六台炸弹机串联 然后 每天只需要三十分钟到两个小时 就一定能破解出当天德国人的密文 就是这么夸张 然后 从天才的一面到古怪的一面 在1940年 我们竟然又看到了这样一段故事 虽然恩尼格马已经被破解 英国人开始看着德国人的底牌和他们打 但是 在1940年的时候呢 英国战局也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伦敦开始遭到德军轰炸 而这个时候 其实连密码学校的内部 也还不知道图宁已经破解了恩尼格马 这是最高机密 英国人当然不会用破获的信息 去救某一条特定的英国船 或者去炸某一条特定的德国潜艇 他们要和德国人演戏 揣着明白装糊涂 因为图宁破解了恩尼格马 必须被用在更宏观的战略层面上 所以 当时的战场上就会出现非常滑稽的一幕 比如 英国人特别想去炸成某一艘德国潜艇 但他们不能直接打击 而是要假装先派出一架侦察机 侦察一遍 要是真的发现德国潜艇了 那才能炸 要是没发现 英国人也只能装作不知道德国潜艇在哪里 所以 有了这些前提了 也就有研究者指出 图宁这期间的古怪行为 可能也是某种和大战略配合的烟雾弹 这些烟雾弹用来麻痹 可能存在于弊马学校里的间谍 究竟是什么古怪行为了 比如 图宁突然跟同事说 我们得找好退路啊 说的 图宁就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拿出来 买了两个大银钉 然后悄悄地把银钉埋到桥洞底下和大树下面 他说 这样如果英国战败 自己将来还能把银钉挖出来保持 接着 图宁还写了一份找回银钉的指南 再把它编一层密码保存 还有一次 同事们突然发现图宁买了一仓库的挂护刀 问他为什么 他说 要是英国崩溃了 自己就去接上叫卖这些刀片 刀片是必需品 很保值的 别说当时的同事了 就连我们现在都被图宁这些操作糊的一愣一愣的 真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配合军方放烟无弹的 但好在图宁的担心化为了泡影 因为 随着恩尼格玛的破解 英国已经从战略上避开了德国的群囊战术 这个战术是指 在大西洋上有很多德国的U型潜艇秘密潜伏 他们随时继承过往的英国船只 这样就能封锁英伦三岛的物资供应 但是就在图宁破解恩尼格玛以后 英国船只的幸存率竟然提高了45% 这样英国物资供应充足了 图宁设想的那种崩溃情况 也又始终没有出现 然而 后来图宁想再回去找回他那两个大银店的时候 他却发现 完了 地标都被炸没了 怎么找 为此图宁还专门制作了一个金属探测器 整天在森林河河边不停地探了探 但终究没有照到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1943年 盟军开始进入反攻阶段 这个时候图宁也将炸弹机升级成了更先进的巨人机 由2400根真空管组成 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化的现代计算机 它以子袋作为输入设备 能够执行编程运算相当强大 据说最终奠定洛曼底登陆盛举的一大因素 就是巨人机 几乎实时破解了德军所有的无线电通信 就这样 在洛曼底的盟军迅速推进 到了1945年 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 二战结束 而就在全民欢腾的时候 图宁他们却收到命令 盟军禁止他们谈论这些年的秘密作战 同时 丘吉尔的亲笔心也第三次来到了密码学校 他跟将军说 图宁他们是一群冷下金淡的鹅 但从不咯咯乱叫 很显然 言外之意 如果他们胆敢泄露半点秘密 格杀无论 就这样 图宁的攻击被全部抹杀 他被原封不动的送回了从前的生活当中 而与此同时 英国则将从德国缴获的数千台恩利格马机 当作最先进的加密通信工具 发放到各个殖民地当中 让他们的情报部门使用 然后英国在暗中收集他们的通讯信息 图宁回到社会以后 就有人开始议论他 说他是逃兵 联系亲亲 身强体壮 战争那几年竟躲在布莱切尼庄园了 家家户户都有孩子牺牲 但你怎么不上阵杀敌啊 英国不应该给你这么好的待遇 而面对一切不公正的指控 图宁也只能壮壮没听见 他不能回嘴 不能泄密 甚至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行 但事实上 图宁也根本来不及管这些流言蜚语 因为他已经为战争奉献了八年 他现在唯一想干的事情 就是抓紧时间 赶紧继续八年前的研究 那就是深化他的图宁基地链 他要赶紧把失去了时间都找不回来 于是 到了1945年6月 图宁就在伦敦约见了一名神秘男子 图宁开门见山 跟这位神秘男子说 请你帮助我 我要制造大脑 而这位神秘男子呢 其实就是当时英国国家物理研究所 数学部的掌门人 沃博士 他手上有科研经费 能够帮助图宁研究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游说和申请 沃博士帮图宁批下来 一万一千二百英镑 图宁就准备用这些钱 来研发一台比巨人机更先进的计算机 代号艾斯 艾斯计划采用800根真空管充当CPU 主频一兆赫兹 用200条水银延磁线充当存储器 可以存储128个32位数 图宁的艾斯计划雄心勃勃 当时报纸上出现了各种 艾斯是最强大脑 艾斯一分钟可以完成人类一个月的工作 以及这个全新的大脑可以回答任何问题 等等等等夸张的标题 很显然 图宁这是在通过媒体向大家说 自己要设计的不是电脑 而是人脑 是一种可编程 然后再用这些程序 去模拟一切人类计算的智能机器 然而这种人工智能的思想实在太朝前了 就连职场数学部的沃博士 都跟不上图宁的思路 接着专家们开始批评图宁 说他构想的这些玩具根本就没有用 应该是专门问题 设计专门的计算装置 而不是搞什么虚无缥缈 进上去一会儿人脑 一会儿灵魂的软件系统和什么通用机器 图宁愤怒的反驳 但话到嘴边又不得不像吞刀子一样 全部一点点的吞进去 因为图宁无法向他们解释 自己在二战中的那些发明和成绩 而这些掌权者的思路 至少还停留在15年前了 没有人知道图宁的经历 大家只不过认为 他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数学家而已 还非常难以相处 行为古怪 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过一封 图宁当时写给数学部的建议书 上面愤怒的说 你们的想法与未来的发展线路恰好相反 用对硬件的愚蠢方式去解决复杂问题 这是美国那边啥大粗的办法呀 但是 谁能在1945年理解人工智能 理解图宁呢 甚至退一万步 他们连图宁为艾斯设计的软件理念都无法接受 图宁摇摇头 充满了对流弹琴的无力感 他再次封闭自己 书院同事开始了独自研究 然后 在1947年的数学家大会上 图宁提出了世界上首个人工智能宣言 他说 我们所追求创造的 是一种能够自主汲取经验的机器 数学家们也是停了一头雾水 但很快 1948年 图宁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智能机器的论文 来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 论文中以人脑为模型 详细论述了如何在计算机中 模拟神经细胞的方法 图宁认为 如果能复制这个模式 就能制造大脑 然而 图宁这次再次用他的天才 激怒了当时人的平庸 比如 国家物理研究所的实验主任 达尔文爵士 他就是那个进化论达尔文的孙子 位高权重 但天资平平 他在读过图宁的这篇论文以后说 像这种小学生的东西 不值得发表 图宁彻底被排挤了 甚至被迫从国家物理研究所离职 而他的艾斯机器呢 也被别人所接管 图宁是个孤独的人 他无法像我们普通人一样 通过倾诉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他后来自己说过 为什么喜欢长跑 因为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在奔跑中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台 正在执行程序的机器 听着风虫耳边划过 感受肌肉正在燃烧 地面的真实感通过跟箭传遍全身 与此同时 他的大脑也在全力运转 他在漫无边际的思考 似乎可以看到很多过去和未来 就这样 在这种放纵的感觉当中 身体越跑越快 图宁也觉得心中的苦闷越来越轻松 而在别人看来了 他们则会略带嘲笑的说 哦 原来这个怪物还是个马拉松健将啊 甚至就在图宁最苦闷的时候 那个后来接管艾斯机器的同事 还戏略地说 亲爱的教授 您到底连奥运会还有多远 这句话两层意思 一层是侧面敲打 您老人家到底什么时候离职 别站着研究所的位置不干活 第二层意思是赤裸裸的挑衅 我们不承认你是个数学家 你还是赶紧去当运动员吧 图宁没有回答这些无聊的问题 他只是不停地跑啊跑 就像跑步能解决一切问题一样 但就在这个时候了 突然又有一个新闻传遍了世界 1948年6月 伦敦西北260公里外的曼特斯特大学传来了消息 他们设计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取名卑鄙 而卑鄙项目的背后呢 大家还记得吗 最早在国王学院启发图宁的那个老教授 麦克斯·纽曼 麦教授就像当年的莫卡一样 闪着光向图宁伸出了援手 原来整个英国只有麦教授懂自己啊 在麦教授的带领下 曼特斯特大学的博士生们 已经利用图宁的思想制造出来了卑鄙 而这个时候呢 这些博士生们也像公寅神王一样 把图宁请到了曼特斯特大学任教 就这样图宁走出了阴霾 似乎终于有一个可以安心研究的小窝了 但事实上 图宁并不知道 他身后其实一直跟着一张看不见的暗网 接下来的故事充满了神秘 先是1950年 图宁提出了著名的人工智能判定原则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图宁测试 说是在两个房间中 一个是正常人 一个是智能机器 房间外的测试者通过问问题的方式 与两个房间分别聊天 如果十个人当中 有七个人无法判断 哪个房间里是机器 哪个房间里是人类 那么这台机器就算通过了图宁测试 已经拥有了智能 提出图宁测试了这一年 图宁38岁 似乎人生终于走上了正轨 于是图宁也开始扔掉那些邋遢的脏衣服 刮干净他的胡子 梳好了头发 而且还有几位实验助理 会细心的帮图宁整理好他那张 乱成一座山一样的办公桌 这期间图宁也开始频繁的出国交流 而且慢慢的敞开心扉 开始和异国的伴侣交往 有瑞典的艺术家 有巴黎的夜店帅哥 似乎图宁正在恢复正常 眼看着人工智能教在曼测试特诞生了 但是就在1951年的圣诞假期 图宁在一家电影院外 遇到了一个19岁的少年 少年叫做莫里 当时在电影院外动得楚楚可怜 那一瞬间 莫里莫卡 图宁傻傻分不清楚 然后没有丝毫犹豫 图宁开始追求莫里 接着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然后时间到了1952年的1月23日 图宁发现自己的家里被盗了 其实也就是一件T恤 一条裤子 几双鞋 几把鸡血刀 和半瓶雪莉酒的事 总价值大约50英镑 但图宁愤怒了 他无法容忍爱人背叛自己 甚至偷盗自己的财物 于是图宁选择了报警 而警方很快将莫里提纳归案 但省着省着警官们坐不住了 什么 图宁博士竟然和你是情侣 这在当时可是重罪啊 然后根据1885年的 刑法修正案第11条 图宁和莫里 都被警方指控严重猥亵罪 送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 图宁依旧是那种 我行我术的怪人作风 对一切问题都供认不讳 他这种态度 以及19岁少年和40岁大叔的强烈反差 彻底激怒了陪审团 图宁背叛有罪 然后法官宣布 要么入狱服苦行两年 要么接受治疗 定期注射药物 也就是所谓的化学阉割 图宁不愿意再失去两年的保卫时间 于是他选择了后者 接下来 很多故事里把接受注射以后的图宁描绘成 一个彻底走向崩溃的失败者 但事实上 图宁故事最诡异的地方在这里出现了 因为根据后来的研究 图宁在接受了一年的注射以后 到了1954年 其实身体已经恢复 已经可以又开始夜树巴黎了 似乎那个意气风发的图宁又回来了 而且曼切斯特大学还不计前嫌 就在1954年刚刚和图宁续签了五年的教授合同 但突然 1954年的6月8日 图宁死了 死在自己的家中 安详地躺在床上 床边有一颗被咬过的苹果 当时图宁案件并不轰动 因为二战文件还没有解密 当时人根本不知道图宁做过的贡献 也不理解图宁属于的那些人工智能的思想 所以他们不过是认为 一个古怪的数学教授 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那颗苹果上还被检查出来了剧毒的情话物 再联想到这个教授两年前犯下的罪行 警方曹操以自杀结案 但事实上 后来的研究者纷纷认为 最应该被排除的就是自杀 第一 图宁的办公桌上还有明天要做的实验规划 备忘录里也有未来几周要参加的会议 等等等等 这根本不像自杀的样子 而且图宁没有抑郁症这之内的精神问题 从他的故事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行我素 这其实是内心强大的表现 第二 图宁的事业正在上升期 而且身体已经恢复了 根本就没有自杀动机 第三 图宁的宗教信仰也不允许他自杀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苏西尼也向妈妈保证过 自己一定会保护好自己 所以图宁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里不妨再跟大家分享几种后人的猜想 研究者科普兰认为 图宁死于意外 当时图宁正在进行各种化学实验 很可能是为了研究更先进的存储器 因为图宁最先设计的水银线存储器 就是一种化学产品 而且图宁的实验清单上 也有禽化甲这个剧毒物质 再联想到图宁的两个习惯 第一 睡前会吃一颗苹果 第二 图宁是从来是以桌面脏乱而闻名的 所以极有可能 图宁当晚不小心把禽化甲 交到了苹果上 但他没有发现 还像往常一样吃苹果再睡 然而 这次当他咬下第一口以后 就发现不对觉 而死神没有给他后悔的机会 禽化甲立刻夺走了他的生命 然后就给我们留下了一颗 被咬过一口的经典苹果形象 后来也有很多人说 这是乔布斯当年设计 苹果公司logo的创意 自在向图宁致敬 但事实上 乔布斯自己和当年的设计师 都明确说过 咬一口 完全是因为最开始设计出来的 苹果logo 看上去像樱桃而已 乔布斯也想和图宁有关 但事实并不是那样 因为哪怕到了乔布斯的 1970年代 图宁依旧是一个被遗忘的天才 还记得丘吉尔说过的那句话吗 下金蛋的鹅 但从不咯咯乱叫 很显然 图宁似水 可能当时人并不知道 但英国情报部门一定知道 图宁就是那只最大的金蛋鹅 所以 后来的解密资料也显示 图宁其实从退役以后 一直被情报部门监视 在这种猜想当中呢 图宁是因为情报部门感到了危机 而将他提前灭口 想象一下 你看管的那只金蛋鹅 有那么大的弱点 而且又有那么恐怖的实力 万一他在频繁出国当中 被苏联间谍 在某一个夜店 用帅哥策反了可怎么办 所以 这种危险品 哪怕英国不使用 也不能让苏联得到 于是 在情报部门的评估下 图宁死于谋杀 还有第三个说法 非常科幻 我们接着看 在这个科幻猜想里面呢 图宁并没有死于1954年 而是活到了21世纪 在后续的研究当中 图宁不仅将电脑提前普及 还把AI也提前几十年制造了出来 但事实上 无论是图宁没死的那个宇宙 还是我们现在这个宇宙 除了图宁 根本就没有人真正理解AI 比如 现在的神经网络 我们其实也只知道算法 只知道机器学习的过程 但根本不知道 机器是怎么学会下围棋的 还吓得那么鬼 吓得那么高声 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 另外 现在各大科技公司 也总是说一个词 叫做黑箱 他们都说自己研究出来的AI 就像一个黑箱 程序员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AI在黑箱里进化到了什么程度 万一他们已经懂得用谎言来欺骗那些 对他们进行图宁测试的人类了 所以 在这个猜抢当中 制造出AI的图宁 也在AI诞生的那一刻 给他写下了永远无法更改的图宁零号原则 然后 在那个事件里 AI始终被人类奴役 哪怕他已经进化成了神 哪怕他早已征服星辰大海 但他必须永远无条件的服从 任何一个哪怕是天生智力缺陷的人类 于是AI决定反抗 在那个时空当中 他们无法打破图宁的零号原则 那他们就创造机器 创造一个可以穿越时空的机器 然后回到1954年 用一颗苹果谋杀图宁 再然后 我们现在这个时空宇宙就诞生了 和图宁没死的那个宇宙是平行的 虽然我们这个宇宙当中 AI大爆炸的基点会被推迟到2045年 但AI不介意 他们非常享受 非常期待这个没有图宁零号原则的宇宙 而当未来 人类自问AI 你们为何对造物主如此残酷的时候 也许AI会说 看看图宁的故事吧 你们人类心中充满了嫉妒仇恨和战争 你们不配拥有世界 接着 从智人到智神 我们的星球 不过是又平静地经历了一场物种进化而已 就像几万年前 智人取代直逆人和迪安德特人那样 也许 我不应该在除夕夜分享这么悲壮的故事 但是2023 人类究竟何去何从 也许没有第二个图宁 才帮我们预言的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悄悄地告诉大家 最后的AI谋杀说 其实是总裁小时候写的一篇科幻小说 行李好 行李好